罗马书第二章 所以,人啊,你不论是谁,你判断人,必无可推诿 因为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 因为你这判断人的,正做着同样的事 我们知道,对于做这样事的人,天主必照真情判断 人啊,你判断做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做同样的事 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 难道你不知道,天主的慈爱是愿引你悔改 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与忍耐吗? 你固执而不愿悔改 只是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 向你所发的愤怒 到那一天 他要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 凡恒心行善,寻求光荣,尊贵和不朽的人赐以永生 凡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 凡顺从不义的人,报以愤怒和愤恨 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光荣,尊贵以及平安 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 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 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丧亡 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 也必要按照法律受审判 因为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 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 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 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法律 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 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的心上 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 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 又实在辩护 这是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隐秘行为的那天 依照我的福音 这审判是要借耶稣基督而执行的 你既号称犹太人 又依仗法律 且拿天主来自夸 你既然认识他的旨意 又从法律中受了教训 能辨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瞎子的祥导 是黑暗中人的光明 是愚昧者的教师 是小孩子的师父 有法律做知识和真理的标准 那么 你这教导别人的 就不教导你自己吗 为什么你宣讲不可偷盗 自己却去偷 说不可行奸淫 自己却去行奸淫 憎恶偶像 自己却去劫略妙语 以法律自夸 自己却因违反法律 而使天主受侮辱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天主的名 在一名中 因你们而受了亵渎 如果你遵行法律 割损才有益 但如果你违反法律 你虽受割损 仍等于未受割损 反之 如果未受割损的人 遵守了法律的规条 他虽未受割损 岂不算是受了割损吗 并且 那生来未受割损 而全守法律的人 必要裁判你这具有法典 并受了割损 而违反法律的人 外表上 做犹太人的 并不是真犹太人 在外表上 肉身上的割损 也不是真割损 为在内心做犹太人的 才是真犹太人 心中的割损 是出于神 并不是出于文字 这样的人受赞扬 不是来自人 而是来自天主 而是来自身的割损